有請主委 有請陳主委 以及林務局局長 有請林務局局長 徐委員好 主委好 局長好 我想兩位長官前面螢幕上面有看到 這是本席昨天開個記者會在討論這個救國團建租國有地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林務局也在裡面 那其實這個案子在我們經營委員會 這個陳明委員其實去年就質詢過 這個一質詢很有趣 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 8100平方公尺 在2015年5月這個陳明委員質詢之前 租金僅8081塊 也就是一個晚上 一年的租金就賺回來 各位 8081塊是年租金 這個是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 這個相當熱門 那個關雲山莊呢 4300平方公尺 年租金只要4000塊 不是一個晚上就回來 是一個晚上一個房間就回來 那時候說因為救活團是公益團體 這個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8萬多平方公尺 83個房間 房價從2200到1200不等 年租金只要105萬 這是去年的 有沒有改善 有改善 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漲到48 關雲山莊漲到10萬 日月潭漲比較多 到870幾萬 那這是我 從禮物局這邊拿到的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是48 那你如果折合每瓶的話 每月每瓶 16.5塊 結果救活團昨天還嗆我說 太離譜了 16.5塊 因為他花了9000多萬 我不太9000多萬 都花到哪去 然後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每月每瓶 28.9塊 這個跟主委報告 如果旁邊 日月潭旁邊是1瓶2000塊 我們28.9塊 那救活團這個關雲山莊呢 每月每瓶6.7塊 這已經是改善了 這個我們陳明委員這樣講了以後 從幾千塊跳到這個 四十幾萬 之後的結果 可是你看 16.5 28.9 6.7 如果是在過去 可能要下到小數點下面去了 好 那我這邊要問 這個主委跟局長是 你覺得現在這個數字合不合理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是簽了 這是新簽約的數字 而且這個數字 是簽了未來八年 也就是在新政府上台之前 定案 小英第一任期 沒有可能改 我想要請問 我們旅務局局長 一簽就簽 各位看一下 阿里山簽約活動中心 從102年到110年 簽8年 每月每瓶16.5塊 也就是說 在小英任內 是完全不可能改的 不是任內 第一任任內 要改 可能要連任以後才有機會 六月談簽的活動中心 102年到110年 也是8年 我想請問主委 跟局長 這個數字合不合理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雖然 像阿里山雖然是102年 簽到110年 對不對 但我們去年 有跟他通知 今年開始改了 對不對 因為過去是依照行政院 82年的解釋 國有土地都是5%來收租金 那公益團體的話 是打6折 那過去就是 國有財產署 台鐵 台北高雄縣政府 他們租的土地 都用這樣 行政院這個解釋 來算的 是 那我們去年檢討以後 覺得 所以主委你的意思是說 以後可以每年逐年檢討嗎 我們去年就檢討 今年就改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現在是不打折 又加了4成 而且是比照附近的 林地的申報地價 是這樣 不是 我問你的是 16.5塊 28.9塊 你覺得合不合理 那水產是 以阿里山跟日月談 對 就是82年的解釋 我們去年覺得已經太久了 我們覺得不合理 今年才會調整 OK 那是過去有解釋在那裡存在 主委我跟你報告 因為我拿不到他們的財報 所以我覺得主委跟局長 未來在檢討的時候 可不可以跟舊樓談要 到底 阿里山青年文中心每年賺 不要賺多少錢 營收多少 我幫他試算一下 以八成住房率來算 一年大概可以賺六千多萬 房租只要48 不是房租啦 這個租地只要48 要付給林務局的 日月談一年 接近上億 九千八 各位因為他有個別墅區 因為我不太清楚別墅區要怎麼算 所以我沒有把別墅區放進來 如果把別墅區也放進來大概上億 拿872萬 關雲山莊一年可以拿1600多萬 收租金10萬塊 主委 局長 這個數字出來 監察院會注意 這個有沒有圖利之嫌 你剛才講 因為舊樓談被定義成公益團體 所以你5%再打6折 你跟我講說 對 這的確是調整以來 已經調整到這個地步 可是 看一下這個差距 這是我的估計 如果舊樓談有不同意見 其實他可以提供資料 我真的很想看 日月談一年上億的收入 營收 只要付872萬 這樣會不會太離譜 主委我們不要講 你就直接就這數字 你覺得這數字如何 我覺得 評估不能用土地的資金而已 像日月坦健人物中心 他那個房子也是他蓋的 這一些都應該算盡了 尤其他現在正在蓋新的大樓 這些投資 他有投資 是 那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請領務局 必要的就是 會計時來評估 主委 其實我昨天記者會應該請你來 因為你講的話很像舊樓團 這個主任講的話 這個主任秘書講的話 我們有投資啊 不是我說要評估 你知道那個濕氣很重 你知道我跟你講他怎麼說 那濕氣很重 每年要油刷 要粉刷 我都要花錢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地方 就是讓他繼續獨佔下去嗎 沒有其他選擇嗎 就因為他在蓋房子 地上全是他的 我們就被他吃得死死 林務局就被他吃得死死的 每次講到日月坦 青年物中心 大家想到就救國坦 不能有其他的單位嗎 請看下一頁 這就做公益團體 這個監察院 三四年前調查的時候 資產50億 我跟主委報告 有旅行社 有出版社 有補習班 你如果在台北運動中心運動 你會發現全部都救國團承包下來 這叫公益團體嗎 如果他是個財團 那他為什麼享有這麼大的利益 這麼大的好處 下一頁 而且還在跟政府打官司 知青大樓 打到二審 敗訴 還要再上訴 一個跟政府打官司 佔用國有地 一個 準財團的狀態 然後 農委會 林務局跟我講說 他是公益團體 他在跟我們 我想 國有財產局應該是跟你們是同一個政府 他如果在跟政府打官司的時候 那你還對他這麼好 我不太清楚 農委會的立場是什麼 那我很高興知道 農委會說 每年都可以檢討 下一頁 所以我請農委會注意 阿里山從102年到110年 跨越政黨輪替 跨越蔡總統的第一任 日月潭青年文中心也是102年到110年 根據100年你們開了一個會 延商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等機關 經營國有地 提供這個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使用是司法性 即是否符合使用目的案 會議結論以後 將報請行政院農委會 確定檢討方式 於契約屆滿後 依規定改正運營 請問主委改正了什麼 去年檢討租金 我想也是其中一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我那時候不在這裡 所以是不是請局長可以說明一下 局長要快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章實改進的就是第一個 它適用的土地 從離業用地適用到油漆用地 第二個部分 它原來是打折 公益團員6折 60% 我們要求40回歸金 也就是說不打折 所以不打折的話 就是說它是不是公益 OK 對主委 局長時間有限 我這邊提 國有財產法第41條 非公用財產借用後 欲阻列事項者 應由管理機關查明 隨時收回 第一個 借用原因消滅時 如果它不是公益團體 它是有爭議的財團 它是有爭議的國民黨 不當黨產的付水組織 借用原因消滅時 請問可不可以收回 不是每年檢討而已 可不可以收回 按照這個法律 借用原因消滅時 可不可以收回 這個就是看 原來跟它打的租約 上面是什麼寫 所以我們 可以來檢視原來的租約 也可以收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主管機關 不只是漲租金而已 你有非常多的方法 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收回 要不要好好考慮 把這幾塊地收回 我們原來是依照國產法的 28條彈書租的 28條歸印的是 它要是公益團體 那因為就告訴你 張誠內政部被查的上面 他說他是公益團體 你就相信他是公益團體 張誠是內政部核准的 主委 有這麼好騙嗎 我們來檢討 主委 有這麼好騙嗎 謝謝 謝謝委員